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Viola 这个礼拜的节目没有定什么特定的主题 所以就是久违的Viola乱乱聊咯 绝对不是因为我要去日本 所以这一集就跟大家随便聊 是因为就像新闻一样嘛 戏院也是会有比较淡的时候 毕竟这个礼拜惊奇队长2就要上映 所以很多电影都会避开这个时候 所以今天Viola在芯片大战的单元 要跟大家介绍两部欧洲电影 然后电影Top07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随便聊一聊 那就先让我们来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欧洲芯片是哪一部吧 Luxembourg Luxembourg 寻赴冒险记 双胞胎兄弟柯拉与瓦莎 从小就被父亲抛弃 20年后放浪不羁的车拉成为一名风车司机 却暗中贩毒当药头 保守木讷的瓦莎则当上一名警察 获着平凡的家庭生活 一天他们意外接到父亲在卢森堡即将避世的消息 书里的兄弟俩虽抱持着不同的念头 却决定一起上路出发 从乌克兰开车前往卢森堡 踏上去见爸爸最后一面的冒险旅程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乌克兰电影 还记得上个礼拜 维尔拉也聊了一部乌克兰的纪录片 那是纪录乌尔战争的战地日记 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部是剧情片 它叫做寻复冒险记 我每次一直想要讲成历险记 因为其实历险记好像比较顺一点 其实这部电影呢 之前有特应 维尔拉有筹 但是没有筹到 然后这部电影的发行商是好为印象 维尔拉并不是他们的邀约影评人之一 所以他们不会邀请我去试片 就很可惜 没有办法在上映之前看这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呢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 其实导演是根据自己父亲缺席的成长经验 所拍摄的故事 就跟他上一部作品 《月咖扶生录》一样 里面有很多黑色幽默 乌克兰导演安东尼奥卢基奇 在线他的喜剧常才 没错 《寻复冒险记》是一部喜剧片 就大家听到这个剧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感人的电影 要讲亲情啊 然后怎么修复关系之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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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喜剧片 所以大家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插科打魂的巧妙笑点 但是也有很丰富立体的角色形素 导演非常擅长在沉重跟滑稽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这部《寻复冒险记》 就可以跟主角一起展开一场效忠带累的寻复公路之旅 或许大家看完还是会哭啦 就保尔拉不敢保证 因为我没有看过嘛 可是他并不是故意要赚人热泪那种的 他前面还是会让你笑得很开心 这部电影呢 也是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的竞赛片 演出主角双胞胎兄弟的是嘻哈组合 Kergan & Aggregat兄弟党的饶舌歌手 他们跨界主演 所以法拉在猜想 电影当中应该也会有不少饶舌歌 而且毕竟这是一部公路电影 所以一定是要有很多配乐或是歌曲来衬托 不然可能就会有一点无聊 如果说一直呈现角色之间的对话的话 有趣的是刚刚在介绍当中 听到柯拉是暗中贩毒的公车司机 然后瓦莎是警察 所以缺席的父亲在柯拉心中还是大英雄 但是对瓦莎而言呢 是一个大混蛋 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 就可以特别关注两个兄弟 他们对于父亲这个角色不同的观感哦 接下来要介绍这部欧洲新片 VALLA已经看过了 而且觉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的心得咯 先来听她的介绍 在丹曼优生政策下 追求自由性自主的17岁少女 被社会当局认为不检点或道德烂交 当公共道德警察介入 不是送进监狱 就是送往史普格岛的父女国家 进行思想行为再教育和绝狱 学习成为守规矩的人 但她拒绝院内制度的叛逆行为 最后她决定孤注一职 寻求自由出面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是一部丹麦电影 坏教育女孩 它是由丹麦的全台导演 马路雷曼改编自丹麦 史普格岛的真实事件 导演拍摄这部作品 其实是勇于揭开暗黑的历史 怀着敏感又有力讲述的宏远 但是其实这部电影并不是第一部讲述 史普格岛历史的丹麦作品 当然也可能应该有更多吧 只是有进来台湾的话呢 2019年有一部《悬案密码》第64号 不过不同的是 坏教育女孩着重的是 呈现出史普格岛女子收容所的生活状态 然后《悬案密码》第64号 它毕竟是改编自小说 所以它很大的篇幅还是有放在 《查案》这件事情上面 当然其实法尔拉也是透过那部电影 才认识史普格岛这个真实事件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先去看《悬案密码》第64号 而这次《坏教育女孩》的片商 也有搭配这本小说 有进行抽奖的活动 法尔拉自己那时候是看完 《悬案密码》第64号之后 直接下定所有的小说 因为真的很好看 但是回到我们《坏教育女孩》这部电影呢 导演以非常敏锐的全观掌控 用非常震撼的拍摄手法 很流畅自在穿梭在两个年代不同的时空里面 有两个不同的时空吗 我怎么觉得 基本上就是主角他当时在史普格岛上面的时空 然后重建当年丹麦黑暗历史的人事物 逐渐勾勒出那段发生在史普格岛上不为人知 乘风多年的暗黑历史轮廓 当然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丹麦我们一般想象就是非常先进 社会福利很好的一个国家 所以很难想象在1930年代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对女性做出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深刻描述人性的多种面向 我觉得可以说是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令人着迷 故事很有趣 但是也很让人心碎 毕竟他是讲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嘛 算是很直接的剖析当时不符合时代道德框架的少女所遇到的悲剧 不管你是对丹麦史普格岛历史有兴趣 或者你看过《玄岸密码》第64号很喜欢 也想要看看另外这部丹麦作品 同样是讲史普格岛事件的朋友 Vaola都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坏教育女孩》哦 接下来要进入电影Top 007之前 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非常挤的前三名 上个礼拜的第三名有两部 The Exorcist Believer 大法师信徒 还有《恶女 Lost Imperfection》 Top 2也是两部 Taylor Swift The Eros Tour 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 还有The Boy and the Heron 仓录与少年 第一名则是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花月杀手 这个礼拜有蛮多新上榜的作品 然后原本榜上的电影呢 也有一些洗牌 所以我们先来听第七到第四名 看看我们今天要聊哪些作品 Top 7 The Bridge Curse 2 女鬼潮 2 怨鬼楼 The Exorcist Believer 大法师信徒 大法师信徒 TOP 6 After Death I found myself above the crash site TOP 5 恶女 Lost Imperfection 我没有杀任何人 TOP 4 The Boy and the Heron 仓录与少年 这个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 有一点点几多出了一部作品 不过还好的是 前三名应该回复正常了 将来跟大家来聊第七名 第七名两部上榜的作品 居然都是鬼片 怎么回事 女鬼潮2怨鬼楼 是重新上榜的 上次保拉有提到 她的故事怎么听起来 就是有点像政大 所以我不是很想要多聊 因为我怕她其实真的是 从政大的故事演变而来 另外一部大法师信徒 虽然说评价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最近就没有什么 其他的鬼片嘛 所以可能万圣节的时候 大家都去看像这两部作品 才让他们就继续待在榜上 第六名的After Death 是一部讲述冰死经验的纪录片 保拉觉得很特别的是 台湾目前没有上映打算就算了 其实还什么资料都查不到 所以真的就是只能去看 英文的介绍 或许台湾人对于 冰死经验的纪录片 没有太大的兴趣吗 但是明明就很喜欢 讲什么来生之类的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这部纪录片 台湾目前没有上映的打算 不过因为她评价 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好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子 都没有片上想要进吧 第五名是国片恶女 Lost Imperfection 这部片最大的看点就是 有很多演技派的演员 包括 李美秀还有少雨薇 他们都有主演这部作品 那保拉看了预告片觉得 少雨薇的 尺度大的床戏 真的是有点令人期待耶 因为她恶女 不是只有李美秀而已 就是少雨薇也是 所以就会很想要让人家知道 少雨薇是怎样的恶 至于第四名的 苍鹿与少年 也是上榜第五个礼拜啦 Viola的推荐指数非常的高 但是其实看完的人 很多是评价两极 有些人觉得 诶 看不太懂 或者是觉得 哦 宫崎俊讲的议题 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完 觉得感同身受 所以如果不是吉卜利的粉丝的话 应该就是见仁见智吧 算是一部相对没有明确主题 但是又跟大家传递很多 讯息的电影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节目最后一个阶段的 前三名咯 Top 3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Hua Yue Shashou Money flows freely here now I do love that money, sir Top 2 Five Night at Freddy's Volady餐馆之五叶惊群 Yes The Security Guard I will take anything Top 1 Taylor Swift The Eros Tour Kai Lassi 时代学和演唱会 This has bee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哇 完全可以想象这三部电影就是 大家最近想要去电影院的时候会做的选择 首先就来跟大家聊聊花月杀手 太棒了 Volada终于可以爆雷了 他都已经上榜三个礼拜了 所以应该可以聊剧情了吧 Volada会去看 当然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聊那多 然后马丁爷爷也是我很喜欢的导演 可是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就还蛮吸引人的 因为它是改编自真实故事 Volada自己看完之后 我觉得雷奥纳多饰演的主角 也就是女主角的先生Ernest 是真的很笨 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电影里面不止一次提到Ernest 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那我们在他出场的时候有听到 他是退伍军人 不过他不是上战场的 他是厨师 但我们不能说上战场的人 或者是厨师就不聪明 一定有很多聪明的军人 而且军人应该要很聪明才对 然后也有很多聪明的厨师 但是反正在他介绍自己这些经历的时候 他都是一直表现出 因为我做这些工作 所以我不聪明 然后他的舅舅也顺其自然的就讲下去说 虽然你不聪明 但没关系 你可以来我这边做事 我会帮你找一个司机的工作 你只要开车就好了 当然这样讲也是很歧视司机 可是反正舅舅的讲法就好像说 你什么都不会啊 你很笨 你还是可以当司机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在交往的过程 就是Ernest跟他老婆交往的时候 他的朋友或者是Molly自己也都曾经讲过说 Ernest并不聪明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好 Ernest就是不聪明 可是朋友觉得他不可能笨到在帮老婆下药的时候 不知道那是药吧 我心里觉得真的有可能啊 因为舅舅拿那个药给他的时候只跟他说 这个药可以让Molly慢下来 算说这听起来就是怪怪的啦 可是我也有可能就是太high太兴奋 我可能想要一些镇定剂 就不一定是有害 就应该是说我如果是Ernest 我这么笨 我可能会想说 好这个药就是可以让我的Molly不要那么激动 一直想要到处跑来跑去去查明真相 就是让他冷静一点 我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会把他杀死 就算是慢性中毒 可是终有一天会把Molly杀死吗 我不一定知道啊 因为我相信Ernest是真心爱他的老婆 就他们交往的时候也不是受舅舅指使的 但是后来他们结婚了之后 舅舅觉得哦太棒了 你终于有按照我的计划 娶了一个奥塞奇族女人 而Vaila后来看了原著的书之后 也有一段其实是 不能说是证明啦 但是有可能是说明Ernest到底有没有知道自己的行为 会杀掉老婆这件事情 他里面就有讲说 Burkhardt never admitted having any knowledge that Molly was being poisoned Perhaps this was the one saying that he couldn't bear to admit Or perhaps Hal had not trusted him to kill his own wife 虽然说他字面上只是讲说 Ernest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知道Molly被下毒 然后作者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 亲手杀自己的老婆真的是太可怕的事情 他不敢承认 好如果是这个点的话 就表示Ernest并不是笨到不知道他给老婆的药是会死的 第二个作者猜测的原因是Hell 也就是Ernest的舅舅 不相信Ernest有办法亲手杀自己的老婆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表示作者也觉得有可能 Hell并没有告诉Ernest那个药到底有什么功效 Vaola自己是比较倾向相信第二个啦 就是有点相信人性本善 然后而且因为我觉得 至少Lia纳都把Ernest演得蛮笨的 所以我相信他真心爱他的老婆 然后他没有真的想要把老婆害死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可以来跟Vaola讨论看看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节目 基本上我们只有深入聊了芯片还有花月杀手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喜欢啰 下礼拜同一时间记得要回来营迷尖叫屋哦 我是Vaola 我们下礼拜见啰 拜拜